女孩知道自己是冒牌千金后每天拼命工作 试图用功劳抵消亲生父母犯下的错 这天志安得到了一只苦苦寻找的染色大师的住址 于是慌慌忙忙前往寻找 志安在路上给道金做了个简单汇报 并报了一个大概的地址给他 自己独自开车来到了山里 不巧的是车子坏在了上山途中 就连手机也没了信号 另一边道金正在和布夏开会 亮堂堂的天气突然变黑 布夏告诉他说最近天气一长 有些农村甚至会下雪 道金变得慌张起来 结果打志安的电话也打不通 这时秘书告诉他外面天气已经零下二度 道金想起来志安临走时穿的是单薄的衣服 知道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立马到商场拿了件衣服 开车赶往大师的住所 根据志安之前提供的地址 道金在上山途中看到了公司的车子 却没有看见志安的身影 道金紧张地呼喊志安却没回应 于是迅速回车上拿起棉服上山寻找志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 志安正颤颤巍巍地下山 动得站不稳摔倒在地上 心里绝望觉得走不出去了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原来是道金打着灯找来了 志安怎么也没想到在这荒郊野里 会有一个熟悉的人来接他回家 这一刻他目光呆滞 任由道金给他披上衣服 一种不一样的情胆涌上心头 随后反应了过来 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染色大师 原来志安徒步上山把脚都走坏了 大师看他这么辛苦被感动 答应出山来参加庆典活动 临走时还送了他一块成品取暖 可志安觉得很珍贵却没有使用 道金得到这个消息并不高兴 因为他以为志安出现了意外 骂他太蠢拉他下山 就这样志安在前面走道金 在后面打着亮光 闭前一后缓缓下山 可道金的眼里却写满了心疼 志安上了道金的车回公司 可心里却一直在想着 道金给他披衣服的样子 没错这就是爱的气息 可志安却觉得自己是疯了 道金知道志安没有吃晚饭 特地带他来到路边小店 为了让志安有食欲 主动吃从来都不会碰的路边小吃 看到金吃得很美味的样子 志安感觉到不可思议 因为眼前这个娇生惯养的男人 是从来不会碰这些不健康的食物的 没想到今天却放弃了原则 回到家后的志安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份冒出来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道金感冒了 同时担心志安的身体怎么样 为了照顾他却怕引起别人怀疑 买了一大堆补品美元一份 果然是老板的儿子才大气粗 而且乐在其中 事后道金告诉志安有紧急情况 让他一起出一趟外勤 没想到到了现场才知道 道金是带他来参加他哥哥的婚礼 志安害怕见到父母 这是他想来却又不敢来的地方 没做好准备的他打算退缩 却被道金一把拉住 说他这一走将来肯定后悔 最终在道金的劝说下 志安及时地出现在婚礼现场 和家人们一起合影 并给哥嫂送上真挚的祝福 随后匆匆离开 志安知道了道金是真心为他着想 向他鞠躬道歇 而这时才罚爸爸收到一份匿名信 上面赫然写着 徐志安不是你的女儿 海城集团40周年庆活动开启 一开幕就令所有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志安请回来的染色大师 现场染色更是成了压轴节目 所有服饰从业者惊呼鼓掌 染出来的布料则是亮到庭院中 等干了之后当作重点展示 可就在道金去取的时候 竟全都不翼而飞 大费周折请来大师染色 最后的结果竟是一场空 道金无奈地发着脾气 可志安此时却若有所思 想起来去找大师的时候 大师当时给了他一块染布 于是抢了外卖小哥的摩托赶回公司 就在活动开始的前几分钟 志安带着布料暗示赶到 道金惊讶他为什么这么快 可以看到他腿上的伤口 就明白了他经历了什么 最终活动圆满结束 志安也是如是重负 在晚上的庆功宴上喝个大醉 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志安抱着腿蹲在路边 可纵然他喝醉了 嘴里还在问道金 是不是自己立了大功 道金回想起最近志安的拼命工作 当场向他保证自己会告诉父母 尽量让他将功折罪 志安知道这个骗局将要结束 向道金说着谢谢和再见 并让他好好保重 道金下意识抚摸着他的脸 轻轻拂去他的眼泪 告诉他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 随后深情地吻了上去 这时司机照着大灯把车开过来 差点亮下了道金的眼 这也让陶醉中的两人清醒过来 回到宿舍的志安 想到刚才的场景也是一连忙 第二天一张照片在网上曝光 游客拍到了偷走染布的人 大伙一看这身衣服不是和亲吗 原来是出了内贼 就在这时和亲来到公司一脸猖狂要辞职 说自己就是讨厌志安的才华 所以就想趁机让志安出丑 同时愿意承担所有的损失 毕竟家里有钱不差这点 道金一听和亲是为了害志安 便说他犯了盗窃和妨碍公务罪 必须送到警察局处理 这时保安队来人将和亲架走 和亲也怕了满嘴求饶 可终究是为时已晚 晚上志安来到咖啡厅 他本想让道金陪他一起去找财阀父母 坦白自己身份 谁料道金抢先开口 说已经脱关系帮他找好了工作 让他离开之后就去那里上班 要强的志安觉得这是在可怜他 而且讲话不够温柔 语气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道金却让他不要有非分之想 因为自己将要赢取别的财阀千金 但是会保证他的父母避免坐牢 说完之后扭头离开 不给志安任何开口的机会 志安面对道金的无情彻底死心 想说的话终究也没说出口 于是他提前关闭了手机 独自回家向财阀父母坦白自己的身份 可还没等开口 崔爸拿出DNA检测报告拆穿他的身份 妻子难以置信地看着报告 志安惊慌地跪在地上请求原谅 解释说自己这次回家就是来坦白的 崔爸不想听他废话 让他赶紧滚出家门 志安无助地看着楼梯口 期望着道金能下楼帮忙解释一下 但他并不清楚道金在不在家 志安在训斥之下逃离财阀家 跌跌撞撞像是丢了魂 崔爸也抓紧换好衣服 他要连夜去接真正的女儿回来 道金接到母亲的通知后知道大事不妙 立马驱车赶往徐家 这时崔爸已经赶到徐家 让徐爸交出自己的女儿 徐爸赶到抱歉直接下跪 财阀却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提起来 志秀听到吵闹的声音下楼 被两人之间的对话给惊呆了 此时徐妈也下班回家 看到这正是做贼心虚 立马下跪道歉撇清丈夫的责任 志秀接受不了这一切跑了出去 两个爸爸一同追出去 却在一个拐弯给跟丢了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催罢给了徐爸一拳 徐爸再次感到抱歉直接下跪 这一幕恰好被回来的志安看见 他捂着嘴担心自己哭出声音 扭头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却和赶来的道金擦肩而过 道金阻止父亲继续施暴 志安目光呆滞地走在路上 此时无助和耻辱全部涌上心头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 志秀重新返回家里 发现徐妈在等志安而不是等他 进门又发现徐爸在打电话寻找志安 却没有一通电话是找他的 他爆发问养父母为什么这样对他 养母挤出眼泪说自己错了 可志秀再也不想听他解释 躲到房间里面大哭起来 第二天志安约志秀见面 想要化解姐妹之间的误会 谁知志秀上来就给他一巴掌 怒斥他去顶替自己的位子 志安被妹妹误解却无话可说 失望地看着这个被自己从小宠到大的妹妹 志秀却说妈妈让姐姐你顶替我 而且白得一间饭店 这都是事实 志安不知道还有这档子事 但是无力反驳 就这样两个情童手足的姐妹在母亲的欺骗下变成了仇人 另一边徐妈来到财阀家中 拿出传统手艺下跪道歉 可纵使她哭得多真诚 卢夫人依旧决定要惩罚志安 要让她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 并且不让徐妈把饭店还回来 她要让徐妈一辈子记住赚钱卖女儿的感觉 说完后给她一个恶狠狠的眼神离开 徐妈回家后把这一切告诉了徐爸 抱怨卢夫人的眼神残忍又很多 徐爸白了一眼说我们最有应得 随后起身去找徐爸求情 徐爸说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希望财阀家能放过他的孩子 同时解释25年前抱走他孩子 主要原因那地方是荒无人烟 而且当晚下了暴力 当时不带走志秀肯定就没命了 徐爸听完这些很惊讶 心里顿时释怀了很多 失踪多天的治安最终还是没有承受住屈辱和压力 独自来到荒山野岭吞下整整一瓶的药 随后躺在地上 显然是不想让任何人找到他 另一边的志秀在网上发现一则25年前的寻人启事 而上面的照片竟是小时候的自己 志秀瞬间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当晚就搬出养父母的家 按照地址来到了离开多年的豪门 对于女儿的突然到来 父母感到震惊而不是喜悦 此时志秀却已经在哥哥的带领下 找到自己的房间住下 放好东西后他下楼倒水 结果被从没见过的大电视吸引 靠在沙发上打开看起来 对于看重规矩的豪门母亲来说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他没想到更头疼的还在后面 吃早饭时志秀又非常大声 还不停地讲话 吃晚饭时还是这样 母亲嫌他没规矩终于忍不住了 叫他住一餐桌礼仪 志秀却回答有这样的东西吗 母亲对这个陌生的女儿很头疼 妹妹看出志秀是故意气人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 当年弄丢她不过是个意外 而志秀认为这是必然的 因为给三岁的孩子带钻石发卡 早晚是会被坏人盯上的 母亲被说得哑口无言 这些年她心里一直很亏欠 这天晚饭的时候人没到 齐志秀再次掀动筷子 好奇地问妹妹为什么不吃 此时妹妹敬畏地站起来迎接父母用餐 志秀却笑她为什么要站起来 随后又嫌弃菜的味道太淡 吃惯众口味食物的她很不适应 便让保姆煮她带来的泡面 母亲看着这个在她眼里 是一身坏习惯的女儿 决定好好地改造她 先是安排她来个皮肤保养 随后再变换个发型 看着女儿终于变成了淑女模样 母亲非常的满意 可到了吃饭的时候 志秀又恢复原样 因为她看到旁边站着四个庸人 扑斥地笑了出来 她觉得这个样子十分搞笑 父亲被女儿讲的话给逗笑 她觉得这个女儿太可爱了 而母亲却再次被她气得冒烟 端起水喝想降降火 这天母亲给志秀五千万 命令她必须在一天内全部花光 目的是让她练习花钱的技能 第一次见这么多钱的志秀 心里却没有太多的波澜 她揣着钱直接来到好姐妹的服装店 把整个衣架全部清空 一口气买光自己以前买不起的衣服 好姐妹问她是不是成了爆发户 她却搪塞过去 累了一天的志秀有些饿了 揣着几千万来到路边吃小吃 对于她来说这些就是美味 母亲看她拎着一大包衣服回家 欣慰地让她拿出票去看看 结果看完后脸都绿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到三百万 问她剩下的钱去哪了 结果是志秀看到街头有公益募捐 把剩下的四千多万全都捐了 果然不是自己的钱不行疼 就这样五千万在一天内被花光 完成了母亲交给她的任务 而母亲认为她是在作弊 警告她如果想融入这个家庭 必须按照豪门的标准来赤穿 志秀对这一切一点都不在乎 自己就是自己不可能去迎合别人 随后上楼去试穿自己买的衣服 留下母亲一人在风中凌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